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向前走 我只继续 什么 他 他这么对你的 你 你放心 你别着急 这儿还有我的嘛 行 我 我晚点去看你 你别难过了 不是 这人怎么这样呀 这要是我变成他这样了 我男朋友会不会 不行 我 我得回家试试他 刚刚 哎 不是 佩琪 下班了 你这下班 怎么跟往常的一样啊 你穿病时干什么 你去哪了这是 我今天去工地了 去工地 去工地了 去工地了 这工地啊 也停工了 停工了 是啊 这为什么会停工啊 这件事我也不妨瞒着你了 我 我公司破产了 这破产了 行我知道了 我跟他有点事 我先走了啊 哎 哎 哎 我就知道会这样 走就走吧 这毕竟我还没结婚 他离开 也是应该的 谁知道这事 不离开呀 哎 算了吧 我也做好行李准备了 我也做好行李准备了 来了 谁呀 佩琪 回来 你 你 你这 原谅我 三年前的故事而比 你这怎么又回来了 进屋说的 行行 佩琪 这三天过得还好吗 过得挺好的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因为 我呢 觉得你现在困难嘛 之前 我在这个家里面 什么也不做 也不知道找个工作 是你养着我 佩琪 所以我就心想着 我老家 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 我就想着把它给卖了 但是我怕 对你说你肯定不同意 所以 我就悄悄的走了 唉 只是 我想着 这房子卖点钱 能帮你还清点债务吗 这样的话 以后 咱们呢 也别当这种大老板了 咱们就 住在这小房子里面 平平淡淡的 过个生活多好啊 佩琪 原来 你三天前走 是因为要卖房子 是啊 卖的也不多 卖了八十万 给你密码 是你的生日 你拿着 这 我还以为你是知道了 我铺产了 所以 所以就要离开我 怎么可能呢 我呢 痛感前非 不像以前那样子了 就可不可以掃到地 擦擦桌子 以后 我要回找工作 咱们俩好好地过日子 对吧 我真好想能遇见你 唉 等会儿 咱们就去把这个贷款给还了吧 不用急 这钱 你拿回去吧 不是 我拿它干什么 这好不容易卖了房子 其实实话告诉你吧 我公司 什么事都没 也没有破产 什么事都没 那你这三天钱 是骗我的 唉 先别生气 那是因为我闺蜜 跟我说了她的事 她男朋友知道她没有钱 就把她抛弃了 我心有余悸 我怕 我也会跟她闹了一样的下场 我就出此下策 想着装破产来试探一下你 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懂得找了 我也不知道 你对我是真心的 还是为了钱 但是现在我看清了 多高 我 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真心喜欢我的 我也知道 以后呀 我们俩的路还长着呢 所以以后 我们俩呢 好好过着日子 这钱你就拿回去 我知道你可能有点生气 我瞒着你 但是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唉 佩奇 别这么说 我以前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 你不嫌弃我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确实 我这人挺让人放心的 不过 这房子 这钱竟然卖了 你就拿着 以后呢 咱俩一块过日子 行 那咱呀 以后 买栋大房子 这以后 咱俩要是结婚了 这 还得给宝宝住呢 老婆说的对 不过 这小房子现在 住的挺好的 我呢 以后找出好工作 努力挣点钱 咱们再考虑那些事情 这不 你应该还没吃中午饭了吧 走 咱好久没吃饭了 睡觉好好吃一个 行 走走走走 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想见走 我自己 我哥就给了一个破包 到底什么意思啊 对啊 你给我拿个包了 我哥就给了我一个包 她说呀 这个包 不要成立打开 不是你哥也是 你说你结婚 你哥给你一个包 让架头 还不让打开 还不到紧要关头的时候 不让打开 不是我说一个包 搞那么随秘的吗 说你娘家也太抠了吧 架头没有给个包 这我哥还给了一张纸 这一个包 媳妇 这心无可看了 媳妇 你结婚哥非常的高兴 咱父母走得早 哥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 今天给你这个包 而且这个包不到紧要的关头 不能打开 如果真碰到什么事情了 想到这个包了 你就可以打开 里面呢 东西绝对不让你说 但是 如果一切伸风伸水 千万不要打开 切记 我说你哥也真是的 不就一个包吗 搞这么神秘 不打开就不打开 他专重他的意思啊 对 这我哥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行了 这个包呀 到时候呀 先放那吧 你放过一边 你先用这种包 给你做 我想吃西饭 行 我去帮你做 我吃韭菜店的 好 喂 李哥 我这碰到点事 不是要找你拿点钱 不多 两三万就够了 能解决个人 对自己 行吗 行 打扰 打扰 哎 王姐 我找你拿 拿两三万块钱 咱们生意都合作 那么长时间了 对吧 我都确实碰上点事 行 不熟就不熟吧 哎 这真是穷在闹市 又不能问 富山真杀 有缘情啊 人啊 你怎么了 咱妈不是生病了 现在手足备啊 还差三万块钱 这不是到处借钱了吗 咱家钱都花了吗 这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一说借钱 把她一群 这原来我都跟你说了 咱家互捧狗咬 你就别再玩了 你不听 还差三万呢 如果今天 突然被交不上去 今天手足都做不成 怎么办 要不 要不我去找我哥姐姐 对啊 哎 你一提你哥 他不是给你个包吗 他还能够在 紧要罐头的时候 打开看看 咱现在他不正紧要罐头 你快去拿我来 行行 哎呀 就 我才刚想起来 我打开了 行 什么呀 大惊小坏的 这 这么多钱 怎么这么多钱呢 还有还有张卡 这 这没有封信 没有 这咱们打开看看 小坏 你看 这是你哥给你写的信 妹 当初 你说你喜欢陆瑶 想嫁给他们家 哥本来不同意 但是 你们俩真心相爱 哥也不能阻拦你们 你也知道你哥 有多大文化 在外面打工 就挣了那些钱 这卡里面啊 有十万 包里面啊 还有一万现金 我呢 之所以 以前不让你们随便打开 是因为怕你们挥霍 这钱啊 是你们有困难的时候 好好用的 没想到 这当初错怪哥了 这也是哥的 一分两股用心呢 这既然是哥给咱家的 那拿点钱 先拿去 给咱妈看病 行 那咱现在就去医院了吧 哎 走吧 走 otion